TRIM这个函数 TRIM这个函数它主要是去除多余的空白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如果用TRIM这个函数 最近使用全部里面你打一个TR 往下TRIM这个函数 那当然文字给它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你往下填满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英文的部分没有问题 因为英文多余的空白都去掉了 那英文字字跟字之间会有空白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像中华民国中间其实不需要空白 中文字跟中文字之间没有空白的问题 所以TRIM在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适用于中文字的部分 那怎么办 其实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我希望呢把某一个字串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把它取代掉 把它去掉的话呢 那有什么这个函数可以用 那前面讲过说 你可以善用插入函数里面 假设说我再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在C3的地方做一个练习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找某个函数 里面我不知道什么开头啊 对不对 我知道什么开头是因为 我可能有学过某个函数 可是我没有学过的话呢 可别用搜寻的 其实在搜寻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找一个 我记得是可以找一个像 取代的 比如说取代好了 因为我要把什么呢 把空白取代掉 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所以呢 比如说我用取代好了 按一个开始 那开始之后的话呢 它会帮你做一个搜寻 这边有个建议 按开始之后你可以看到 下面就会出现几个函数 有没有 你在上面打一个取代 那下面的话呢 会出现几个 后选的 你就可以从里面去挑选 那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的 这一个 叫做 substitut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诶 刚好是怎么样 将 字串中的 部分字串 以新字串取代 那所谓的部分字串就是说 部分字串就是空白 新字串是什么呢 新字串是没有 就是空白取代成没有 那 按确定之后 取代嘛 确定 好 它会有四个格子 四个参数 那这四个参数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一个 第二个呢 order test什么呢 空白 所以你按个空白 那按个空白之后呢 你移开之后呢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加双引号 因为表示说呢 空白是一个字串 我要把空白的取代成什么呢 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的部分 特别注意哦 就是用空字串表示 这样就是空白 就是没有哦 有没有 上面是空白 下面是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字串 一般我们程式设计叫空字串 空字串 就是说里面没有东西 就是没有 那最后一个这个参数 可以不用给 因为这个没有没关系 主要是上面的 这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呢 其实非常好用啦 以后你们只要有 什么样的字串 你要把它变成另外 就是类似像取代 都可以用这个函数来用 那做完之后我们按一个确定 其实没有按确定 其实底下可以看到 中华民国的字串 有没有 通通都没有空白了 那往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不是用 这个用这个才正确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底下有没有 只要是空白的 通通都把我删除了 所以利用这个什么呢 所谓的substitute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 那它的使用方式特别注意 等一下 请你们就是说呢 在这边 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 函数的话呢 你可以善用什么呢 这上面有一个叫做 输入搜寻 请你呢 输入一个所谓的取代 这边输入取代 按开始之后呢 它会帮你找到 有取代功能的 这个函数 substitute就第一个嘛 其实像replace 这个可能也可以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像substitute replace 这应该都可以 那substitute部分的话 按确定 你可以利用这个 来做练习 试试看 那特别是 old test就是一个 空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双 空置串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